今晚我弄了這個花灑喉的蠟燭台 這個是百分百原創的creamy的dg wine 另外我又弄了一個洗衣機去水喉的蠟燭台 而這個這麼巨型的蠟燭台 也有一陣子弄了之前弄的水喉蠟燭台 我這些蠟燭的蠟燭台是怎樣弄的呢 我的材料都用完 不過我大概用一些簡單的方法給大家解釋一下 大家所需要的材料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 膠紙一卷 鐵線 鐵線 鐵線在五斤店都買的 粗度 其實我覺得越粗越好 我只買到這些粗度 不過不要緊 我們可以把幾條混合在一起 還需要這些 這個不是飲桶 這個代表這些喉 去水喉或者花灑喉 因為我已經沒有了材料 我已經弄了 弄完才想起要拍影片 所以我就用這個飲桶代替 當然大家是需要有這個 剪鐵線的蠟燭台 除非閣下的牙很厲害 決定用牙咬 否則都是要用這些鉗 還有這些工具 尖嘴鉗 當然要用蠟燭 還有打火機 沒錯 那怎樣做呢 其實很簡單 首先你買回來 當這條就是這個 什麼館 花灑喉館 去水喉 總之是這些喉莊的東西 可以彎 你要量到它的長度 當是這麼長度 你就要把鐵線 大概 剪開 是剪成跟它差不多的長度 我大概裝一下 就剪 卡叉 一條這麼幼的鐵線 它是不夠力承托一枝蠟燭的 所以 我們是需要 至少要 六枝的鐵線 越粗的喉 是需要鐵線是越多的 然後 把它剪成一樣的長度 接下來 大家就需要這些紙的 膠紙 它有什麼作用呢 作用就是 把這些包住 因為如果鐵線 那邊呢 你不敢用膠紙 這樣包住它 一會兒你在穿過那個喉的時候 就會卡住了 那你把它包住了一會兒 當這個是水喉 你要穿進去的時候 就簡單很多 這一邊也是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做 還有在DIY的時候 大家記得 要小心不要刺傷自己的手 好嗎 好嗎 這樣 再一個 給它隨意一點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力 因為這些鐵線最終都會藏在水喉裡面 這樣 明白嗎 然後拿來當這個 當這個是水喉 然後把你的鐵線 插進去 OK 插進去 然後拿來怎樣呢 當然你的鐵線不要超過 突出 就是超過你這個 水喉的長度 甚至你有時候可以把它咬回 這樣咬 把它咬回 把它收起來 這個洞 一會兒 就可以拿來當這個蠟燭 就可以把蠟燭 插進去 那你怎樣咬呢 很簡單 因為裡面已經有鐵線 所以你可以咬不同形狀 就是這樣 裝一下 就可以把蠟燭 插進去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大家要小心點 就是鐵線不能太少 不然 隨時蠟燭就會掉 這樣就很危險 對不對 還有 不要學我這樣 因為我今天不夠位置來做這個示範 平時應該把蠟燭放在桌面 不然 好像有肥的 這麼白厭的狗仔 就很危險 好了 做完DIY 手當然會很乾 在這裡跟大家介紹 這一隻 我在日本買的 這個 Roserium的Rose Hand Cream 它那個玫瑰的香味是很棒的 而且不會黏 有時候有些Hand Cream 是黏得黏得很像茶 凡斯林 凡斯林 用茶手真的不太舒服 做什麼 你又想吃 你真的餵吃到 你不能夠 好嗎 沒得吃 當然了 做完DIY的手也會很累 很累 很累 那怎樣是 慰勞你的雙手呢 那我就在龍城買了這支 按摩器 那些按摩器是這樣的 好像夾麵包的湯 你知道呢 是這些 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頂一位Hand Cream 喂Fraggie 然後就這樣按摩 按摩這個虎口位 甚至呢 是這些手指 手指位 這樣 喂Fraggie 對 這些位都可以按摩 對 因為我們手有很多穴位 所以經常刺激 我們手的穴位 會幫助我們的血液順環 頭腦更加清醒 還有 有人跟我說 我們手指 頭這些位 經常用手指去壓它 就會令到我們的 頭腦清醒一點 不會那麼睏 OK 就是這樣 當然 最好當然是被人按摩 但有時候 家裡沒有人幫你按摩的時候 就要學會DIY DIY萬歲 YEAH 好 希望大家今天喜歡我的介紹 就是什麼什麼的蠟燭台 OK BYE BYE Fraggie